大家好,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0日,星期六 我想大家已乘搭飛機 飛機師飛行的時間當然很需要專注力 近日發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情 在伊索比亞的航空ET-343航班15號 在蘇丹飛回伊索比亞的時候 航空中兩個機師睡著了 直至警暴聲響起,才在夢中驚醒 而這時候的飛行軌道已經偏離 不過慶幸的是,飛機最終安全降落 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根據《每日郵報》的報導 這架波音737的客機 在本月15號從蘇丹首都 赫士木飛 赫士木飛往伊索比亞首都 阿迪斯阿貝巴 嘩,厲害 結果行駛到37,000英尺的高空時 兩個機師不小心睡著了 當時空中的交通管制 試圖聯絡他們,但沒有成功 最後飛機在自動駕駛移 就斷開,並發出警暴 機師先意識過來 有幸運地兩個機師醒來後 讓飛機安全作陸 根據航班的追蹤數據證實 飛機在航程中一度偏離軌道 後來機師試著駛回原本的路線 並成功將飛機降落地面 在跑道上停留大約兩小時 又啟旺,馬上飛? 在跑道上停留大約兩小時 又啟旺前往下一趟飛行 航空分析師說 非洲最大航空引發憂慮事件 伊索比亞航空波音737 飛機到達目的地阿迪斯阿貝巴士 仍在37,000英尺的航航巡航高度 為何它沒有開始降落 因為兩名機師都碎著了 離世大譜 希望大家小心保重 不要有這些古怪事 睡著了 現在開飛機,有沒有飛機師? 我們這個聽眾 有沒有飛機師? 現在開飛機是否不用人手 除了升降降落 全部都靠電子自動製造 不知道呢 希望大家可以解答吧 多謝你們,拜拜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整個媒體分享 訂閱或者頻道要費贊助 同樣朋友說 我們現在的新聞 在星期二日報道做 多謝你們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拜拜